近日,《洞梁·梁思成·林徽因学术文献展》在太原开展,《五台山佛光寺》设分展厅。 今年5月,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林徽因补发的《建筑学学士学位证书》复印件。 1937年林徽因测绘佛光寺册稿,以及梁思成·林徽因的水彩画等文献首次展出。 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给他补充这个学位,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 我当时在费城领这个学位的时候呢,是非常的感动的。 现场的气氛是非常轰动,当场很多人都在鼓掌,觉得他终于得到了他当时想要的这个学位,这个认可,对他的学术的认可。 该展览共展出近400件展品,包括由手稿、图纸、草图、测绘稿、打字稿、档案、证书、 著作早期刊本、影像、录音等构成的文献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、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、历史照片等。 梁思成·林徽因的山西古建筑考察之路是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主题。 梁林二人曾四次走进山西,并于1937年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木构建筑,佛光寺东大殿。 这一发现,推翻了日本学者,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,要看同时期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的错误论断。 佛光寺东大殿可以说是他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高光时刻,从差不多三二年开始,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,一直到三七年抗战前夕,就发现了这个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的这个建筑,所以他们很激动。 他们后来把这个带来的这个营养品啊,就坐着这个台阶前头,把它一口气都吃掉了。 今年是林徽英诞辰120周年,也是梁思成,林徽英共同发现五台山佛光寺87周年,在梁思成,林徽英之孙梁健看来,建筑文化遗产,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,时至今日,梁林二人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精神,依旧影响着后人。 我就觉得你要喜欢一件事,你就坚持把它做下去,把它做好,这是最重要,是吧,你这个事情多大,不重要,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,你就把它做好,做下去。